大家好 本人是庄谨证医生 在湾区行医有32年了 我的专科是脊椎治疗 这32年来 我也有看了超过10万的病患者 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聊天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说说脊椎吧 其实这个脊椎是人体里面的 器官里面的第一个organ 在婴儿的时候 在妈妈的怀里的时候 第一个器官就是脊椎 从那边不到一寸的一个小organ 慢慢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的 增长到头脑内脏小脏手脚 这个notic cord就是20小时的 一直在保护着我们 你能呼吸能吃饭 能说话 能思想 能走路 甚至你身体每个部分 你摸得到 能感觉到 都是spinal cord的功能 而且我们有一个脊椎阻 spine就是来保护着spinal cord的 它里面有33个节 这么灵活的一个spinal column 就是能让我们活动 走路 跑步 甚至打球 如果不好好照顾它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啊 从最轻微的肌肉疼痛到手脚码 甚至严重的话 从重车或是跌倒之后 扭到伤到断到脊椎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能产生到产肺或是死亡的现象 所以这脊椎是多重要 我呢 在诊所都是跟病人讲 One ounce of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one pound of cure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ounce的地方 还比一个一磅的治疗还重要 那个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脊椎出了问题之后了 腰椎盘突出了 手脚已经开始码了 才来找我们这种脊椎骨医生 到时候的治疗可能会比较长了 那比较难了 时间啊 金钱都花了也比较多了 我们做的那些激烈的动作 有时候对我们脊椎骨非常不好 不管是睡觉的知识也好 工作的知识也好 或是运动 打球 或是撞车 产生后的后遗症是挺严重的 所以我今天想说呢 是maintenance care 怎么样照顾我们的脊椎骨 所以我鼓励呢 不管你有痛 没有痛 第一 要去检查一下 起码半年去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疑味啊 有没有错位啊 有没有fixation啊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还不到十分钟就可以检查完了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可以改善你们脊椎的health 最近这十年吧 十六岁就开始有骨刺增生了 现在要一个年轻人啊 十几岁的孩子啊 玩他手机不是一两个小时了 是十几个小时 甚至二十个小时都有 那你想想看 这种知识 一天两天 一天十几个小时 二十小时 难怪我们脊椎骨开始退化了 所以做家长们 孩子们 不是说玩电脑不好 玩iPad不好 上网 with a computer 不好 而是要懂得怎么样去照顾 做的知识 而且一定要有 resting period 一般我跟我的病人 都是鼓励他们 你坐着在电脑上的每一个小时 一定要停一下 站起来活动一下 走一下 十五分钟左右再回去 如果你不停地连续 好几个小时 它会累积下来这种比较僵硬 还有很多就是我们避免不了的 譬如撞车 不是你坐人家车 这个是你自己开车 撞了之后 这脊椎骨叫 whiplash 很容易错位 很容易pinch nerve 所以就是某一样的 在社会上的 不管是工作 在学校 或是上班 或是在马路上 所产生到的那些疼痛 或是injury 最好第一样是不要等 因为这个spinal cord 是多重要 马上去找一个脊椎骨 医生做个检查